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昭宇刚拿出一打现金拍在小生怀里 对方欣喜若狂 又蹲下身子准备倒酒 顾昭宇冲他摆摆手 顺着众人视线向我望来 提了提背酒气熏红的眼角 他身子向后陷入靠背中 将我介绍给众人 王直 我老公 有桥上演的 也可以让他陪你们喝一杯 昏暗的包间中 梳双眼睛带着打亮与玩味落在我身上 他们是从首都来的投资团队 是顾昭宇眼下最重要的客人 而此时 他们看向我的眼神 与看一旁的适应声无异 位置靠中的女人端起酒杯 笑个不停 那怎么好意思 毕竟是顾总的男人 他应该就是今日的主宾 我含笑走到他身旁落座 拿起香槟 与他碰杯 乐意奉陪 顾昭宇淡淡瞥了我一眼 并没作声 其他女客立刻端着酒杯围上来 我数不清今晚喝了多少 只记得混杂的香水味 让人头疼欲裂 倒是顾昭宇从我进来后 手中的酒再没下去过 他有胃病 能少喝点也好 直至宾客尽兴而归 我从怀中抽出那张薄薄的离婚协议书 放在顾昭宇面前 签了吧 我们好聚好散 怎么不要个千八百万的 王子 你也就这点出息了 顾昭宇冷笑着将杯中的酒淋在协议书上 顷刻间模糊了一切 我忘了 以顾昭宇的性子 怎么会允许我主动离开 结婚三年 他从未停下对前未婚夫的示威 而他用来示威的道具 是我和这段婚姻 顾昭宇有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夫 叫秦燕 在灵大独眼时 秦燕和我一个导师一间宿舍 他不四旁的富二代那般有距离感 我们很快玩到一起 顾昭宇喜欢秦燕 将他盯得比眼珠子还紧 这在灵大师人尽皆知之事 我和秦燕关系帖 被顾昭宇缠着加了微信 方便时刻打探消息 那时秦燕总是满脸无奈 说顾昭宇只是小时候没有其他玩伴 对他有些依赖 我能听出秦燕对顾昭宇没那个意思 顾昭宇千房万房 没防住秦燕出国读博期间认识了别的女孩 顾昭宇是抢在秦燕回国订婚前 跟我领证的 婚礼办得隆重盛大 抢走了秦燕订婚礼上一半的宾客 我娶顾昭宇 除了这时 他帮我父亲老爹的治疗费 支持我读完博士的条件 还因为那是我悄悄喜欢两年的女孩 但顾昭宇跟我结婚 是在向秦燕示威 嫁给前卫婚夫的好兄弟 确实没人比我更适合一情别恋 他用倔强的胜负欲 将我们绑在婚姻的小船上 整整三年 顾昭宇一直没变 对我呼之急来呼之急去 随心所欲也不归宿 是我越来越贪心 不满足身份和身体上的纠缠 但顾昭宇这女人 眼睛里从来塞不下一个我 尽管如此 我在拿出那份离婚协议书时 也没想过顾昭宇会真的同意 她点燃一根烟 又饮下一杯酒 随即向我伸出手 怎么 难道只带了一份协议吗 王指 你和我离婚的决心不太够啊 在顾昭宇似有若无的笑意中 我觉得自己像集了电视剧中 玩玉琴故纵失败的小丑 顾昭宇跟我回家了 签下大单 她心情极好 缠我近乎到天亮 我上午有客气的早 在熟睡的她额上轻轻一吻后 将离婚协议书和银行卡留在床头 我决心是够的 只是被顾昭宇 那双灵动会咬人的毛子注视着时 总舍不得 博士毕业后 我留在灵大担任副教授 业余赚些稿费 加上老爹去世后 处理掉乡下的田产 才看看凑齐偿还顾昭宇的那笔钱 十点的课 八点出头 我就坐在办公室了 刚接到宿舍审批的通知 对面张教授就凑过来八卦 王教授 你要去住宿舍 该不会是惹顾总生气 被扫地出门了吧 我们虽说是男人 但也要能屈能伸 到后面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上我的课结束 我打饭回来在宿舍楼下 看到了顾昭宇 他一身秋季限量新款 身材高挑 妆容精致 正被两个打完篮球的学生 拦着要微信 他面上微韵 看到我时小跑而来 引得两名学生 隐隐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 我压着嘴角 本来想不管顾昭宇 这次追到学校说什么 我都打定主意要离婚 但他拽着我的袖子 声音迫切 王指 我们什么时候去民政局 听说秦燕在国外闹离婚 这次我要抓住机会 只有提到秦燕的时候 顾昭宇才会双眼明亮 像学生时期那般有朝气 早上喝下的那杯特农美食 我此时才慢慢品出苦涩 当年我和顾昭宇结婚时 秦燕没来 同学即设有一场的情谊 慢慢就淡了 秦燕要离婚这事 还是顾昭宇从父母那听来的 她留学期间认识的妻子 并非门当户对 虽然两人大半时间在国外 但听说没少被婆家排挤 秦燕是在国外登记办的婚礼 女方准备离婚后 重新完成未尽的学业 结婚三年 岳父岳母对我都很好 但她们心中最佳的女婿人选 还是秦燕 逢年过节 两家创的门 我都是最没存在感的 当年秦燕毁婚 和顾昭宇闪婚两相抵消 秦顾两家的世交之情依然稳固 不管是商宴还是家宴 顾昭宇还能跟秦燕说上几句话 去民政局的路上 我久久无言 被冷风吹着脑门 那些妄想与多情 才一扫而空 王指 你知道我一直喜欢的 都是秦燕吧 见我应声 顾昭宇明显松了口气 递给我两样东西 一张是我早上留在床头的银行卡 一张是支票 简单粗暴 我接下了 如果这样能让她安心一点的话 搬到宿舍住的第二周 收到了林大校有会的邀请 圈子里正疯传顾昭宇 和我办理离婚的消息 没人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露面 休息日我在宿舍无聊 便过来看看 你没听错 王指真是净身出户 那顾昭宇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会能真心喜欢王指 玩玩罢了 肯定有签婚前协议 那王指也太惨了 他 王指 哈哈 好久不见 包间的气氛有一瞬凝滞 直到我拉开末尾的椅子 若无其事加入攀谈 在座都是熟人 多是大学同学 也有些是同期研究生 八卦起没到场的人 那叫个热火朝天 顾昭宇没来也是意料之中 我都能猜到他在忙着做头发 保养 努力让自己看起来 跟那位情敌的年龄一般大 其实以顾昭宇的家世样貌 面对十个秦宴也该是自信满满 但他 爱不想他了 见人来得差不多 主办人正要喊服务员上菜 这时 包间门被推开 将被女子挽着男人的臂弯 压轴登场 那是薛贤 我的前女友 他目光扫过在场诸位后 定定看着我 艳红双唇 倾启笑声刻薄 呦 这不是王教授吗 我听说你要离婚 不知道顾昭宇给你多少股份 以后是不是要叫你王总了 明白了 薛贤是专程来看我笑话的 三年前他找我复合响 一起开文创公司 因为顾昭宇的原因 我拒绝了 现在薛贤晚着的应该就是他现任男友 云是近两年风头最盛的青年企业家 大学毕业后我要读研 薛贤想创业 我们是和平分手 并不是外界所传 我稍然把他斩了 读研两年薛贤跟我偶有联系 也没谈过别的男友 好些老同学说他在等着我 我也没当真 老爹患病那年 除了放弃读博和跟顾昭宇结婚外 薛贤给了我第三种选择 那时他拉了投资 喊我一起开文创公司 启动资金充足职位诱人 且能预知我工资暂度难关 文创是风口 薛贤看准了这一次阶级跨越的机会 他还能想着我 我很感激 但当顾昭宇红着眼眶 攥着我手臂说秦彦富他时 我心想去他妈的机会 不跟顾昭宇结这个婚 我才会后悔一辈子 三年过去 我是磨损严重 即将卸任的轮胎 而薛贤的文创产品大卖 还和当初的投资人 好事将近 这是薛贤三年来第一次参加校友会 请客被老同学包围 他们无不感叹 薛贤眼光独到 选对了创业的路子 也选对了人 而他们隐晦未提的那个没眼光之人 毫无疑问就是我 王教授当初怎么不是入赘顾家 起码还能带走一笔不菲的彩礼钱 薛贤的男友突然开口 让在场众人脸色都古怪起来 他恍若未闻走到我面前 将白酒真到一出 我说的不对嘛 教书才能挣几个钱 是吧 王教授 我想到顾昭宇递来的那张支票 别说一辈子了 两辈子想挣到那么多都难 但我只是任由他放过气变成张废纸 也许年老后还能拿出来吹吹牛 像那些年少无知的人 炫耀我曾为了爱情祭奠多少 一出的酒顺着桌面 湿搭搭淋在裤子上 是轻视亦是羞辱 也确实是我自找的 我勉强笑笑将手伸向酒杯 身后相风席卷而至 来人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脖子 一只手抢先端起酒杯 酒水晃动间 有大半泼在薛贤男友身上 老同学我最晚到 先自罚一杯 今晚我和王子买单 我看着顾昭宇爽快喝下半杯酒 薛贤和其男友脸色都不太好看 其他老同学反应过来后 直呼老板大气 同时热络围过来 将薛贤二人隐隐排斥在外 顾昭宇带着酒气已坐在我身边 白皙脸旁肉眼可见爬上抹飞红 抱歉老公 我来晚了 顾昭宇本该借着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跟我彻底划清界限 但校友会他还是来了 跟我亲密如常 让离婚成为无稽之谈 我家王教授是文化人 就是喜欢教书 总公司的CEO他都不稀罕 我能怎么办 若说薛贤总端着装着 那顾昭宇只要愿意 就可以跟任何人打成一片 此刻他端着酒壶与杯子 沿桌打了一圈 反客为主 将这场校友会气氛推至高潮 我拦不住也不好让他在同学前湿了面子 只得放任不管 众人无一步夸赞我们 情义深切 婚姻羡煞旁人 快走到薛贤二人面前时 酒壶刚巧空了 顾昭宇揉了揉脑袋 做出酒力不胜的样子 亮腔的钻入我怀中 薛贤二人 好不容易撑起勉强的笑容 瞬间分崩离析 不顾男友安抚 薛贤拿上包和外套就离析了 我扶起顾昭宇向众人告罪后 提前买单送他上车 但顾昭宇揪着我的衣摆 怎么也不肯松手 无奈我只能跟上车 先生 顾总是从一个重要商业酒会赶来的 我们还回去吗 难怪今天来的是商务车 司机透过后视镜向我请示 此时顾昭宇枕在我腿上酣睡 多重要的酒会 只怕都过不去了 我拨开他 挡在额前隐隐作痒的碎发 手指染上屡熟悉的洗发水果香 比酒更醉人 回家吧 我能感觉到顾昭宇今晚有意无意的维护 和对薛贤二人的针对 他向来是个强势的人 自己养的小狗被别家吼了 都能上去对骂两句 顾昭宇是觉得我可怜吧 博士毕业高校教授 在他眼里依然是个被人嘲讽 不会还口的书呆子 手机响了几声 我怕吵到他正要拿出来静音 却看到主办人发来的微信 顾总原本不来 听到我说你被薛贤挤兑 他可闪现来了 夫妻哪有不闹别扭的 回去好好说别动不动就闹离婚 名为爱的白纸 在顾昭宇递来支票那刻 本该化为灰烬 但此时心里那团灰烬阴阴闪烁 有了复然之际 好似我在天上一把柴 就能生起燎人之火 但就在我准备捡起第一把柴火时 下雨了 我抱着顾昭宇从车上下来 前方男人微微扬起伞面 露出半脸胡渣 不似校园十天之骄子般耀眼 明明打着伞 却比淋雨还要狼狈 这时顾昭宇醒了 正托我的怀抱下地后奔向那男人 他不在乎风雨 只在乎自己的手够不够快 抓住那男人 秦燕离婚回国 顾昭宇终于能得偿所愿了 我该恭喜他 却只能站在雨里 任眼泪冷却 顾昭宇酒醉中 唯一一丝亲民 都用来辨认秦燕了 现在的他 甚至找不到自己家在哪栋 我接过司机手中的伞 走向斜对面 按响门铃 等待阿姨开门的功夫 顺手将院门口 被暴雨冲刷的绿植 搬到车库内 这栋房子 是我和顾昭宇的婚房 院里院外的盆栽绿植 是三年来我亲手栽种养活的 杜鹃 茉莉 海棠 都曾在我手下绽放 唯有顾昭宇 她像磕被雾中的石头 怎么也开不了话 秦燕扶着顾昭宇 踉跄着走近 她的散念倾斜 自己已失了半边衣服 也是 青梅竹马之根之底 总要比旁的更让人放心 最重要的是顾昭宇自己喜欢 王指 好久不见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儿 我跟秦燕确实好久没见 她博士没有读完 就回来继承家业了 跟妻子国内国外对半居住 这两年 我总避免和她出现在同一场合 顾昭宇有自己的骄傲 在秦燕婚姻持续期间 从无任何逾越 但她远远站在一边 看着那对恩爱的夫妻 像吃不到糖的小朋友 让人疼惜 却又无可奈何 我怕我有一天会忍不住冲过去 狠狠给秦燕来两拳 质问她为什么退婚 为什么要让顾昭宇难过 但此时我没了任何立场 离婚冷静七亿过 顾昭宇的世界是情世语 与我再无瓜葛 学校还有事情要处理 而且 我们已经在办离婚了 秦燕没再说话 扶着顾昭宇向阿姨走去 而我朝着司机方向转身时 趁衣一紧 低头一看才发现 顾昭宇的手又抓住了我的衣摆 在她一声声呢喃着不要走时 我徐徐抽出衣摆坐上车 顾昭宇只是认错了人 她醒来看到的是秦燕 一定会很高兴 从那天起 我没再见过顾昭宇 冷静七刚结束 我给她发微信 约到民政局见 我特意请假一天 从晨起等到下班 顾昭宇都没有出现 这段婚姻 是她迫不及待要终结的 有再重要的事应该都会先放在一边 我心中不安 联系上助理 却被告知顾昭宇大量饮酒后 引起胃穿孔 正住院治疗 助理说 秦燕要复婚 还要放下公司事务 跟妻子久居外国 我找去秦家 三年来压抑的情绪 加住在拳头上 一次次会向秦燕 她到底把顾昭宇当什么了 论体格 力量 我是不如秦燕 但论谁更活得出去 她不如我 我被秦家两位司机拦下后 秦家二老围着鼻气脸肿的秦燕要报警 还扬言 让我失去职称和工作 我抹掉嘴角的血 恨不得用目光活泼了秦燕 她明明什么都知道 知道顾昭宇的喜欢和等待 却还是给了她希望 又亲手将之剥夺 秦燕把司机和父母劝走 在院门口台阶坐下 还拍了拍旁边的位置 我过去坐下时 杜富刚挨了一脚的地方 隐隐作痛 我忍不住别过投资了姿雅 王指 没想到你是真心喜欢小雨 这几年看来是我误会了 是 所有关系亲近的人都这么认为 我跟顾昭宇结婚 是趁虚而入 是别有所图 我是真心或假意 所有人都可以质疑 唯独秦燕 她没这个资格 你刚离婚 就回来找顾昭宇 还不是把她当备胎 摇上药 你敢发誓 从头到尾 都只把顾昭宇当妹妹 朋友吗 见秦燕沉默 眼角泛起苦涩 我忍不住冷笑出声 同为男人 她心里伸出那点子龌龊 谁还能猜不到 这三年 我刻意回避秦燕的同时 她何尝不也在避着我 说白了就是想顾昭宇 站在原地等她回头 秦燕的虚伪被我戳穿后 半想回过神 打了自己一耳光 她说 这次离开 不打算再回来了 家和公司 全部留给弟弟操吃 最终 她看向我欲言又止 等待翻涌的情绪 平复下来 你跟小雨以后要好好等 我跟顾昭宇 哪还有以后啊 她身体还没好利索 就和我办完了离婚手续 我看着面前笔着宽广的阳关道 转过头时 才发现顾昭宇的身影 已经消失在独木桥之上 她走得那样快 既不胆怯 也无留恋 后来这日子 每天过得像漏斗里的沙 眨眨眼的功夫 就溜走了大半 我正在宿舍回邮件 接到了前岳母的电话 王宁静 你快去看看小雨吧 她不听我们劝啊 没想到离了婚 反倒让岳母亲口承认了我一回 她说顾昭宇不管公司也不着家 身体没好透 还天天祖聚喝酒 临时杰出女企业家 生生堕落成一个酒萌子 今晚顾昭宇和几个顽酷姐妹 开游艇排队 其中娱乐公司千金 叫上了自己旗下 新签约的男团艺人作陪 我登船时 就看到灯光闪烁的甲板沙发上 顾昭宇咬着块苹果 渐渐靠近男艺人 我走过去脱下外套 披在顾昭宇身前 深冬的天气 她还穿这样少吹着海风胡闹 游戏被打断 显然扫了在场众人的兴致 顾总正莫不是你那位博士老公 咱出海开派对 可说明了不能带家属 顾总违规了 怎么罚 顾总刚才的大冒险也失败了 必须狠狠地罚 这时有个女人将酒杯塞到我手里 看向她身后的桌子 我才意识到这群人刚才在玩大冒险 原来他们还不知道 我跟顾昭宇离婚了 眼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拉着她想要下船 却被狠狠甩开 王 王指 你少管我的事 阁 扑面酒气 熏得我直皱眉 我干脆弯下腰 将顾昭宇抗在肩上 但转身之时 却被几个女人拦住 王博士别着急走 我们这局不幸说账 要不你替了顾总的惩罚 本不想理会这群女人 谁知有人坐进驾驶舱 把船越开越远 这下走不脱了 我只得将顾昭宇放在避风处 说吧 怎么玩 三次惩罚 三次大冒险 我拒绝一项 就要罚顾昭宇三杯酒 前两项里 我生疏地跟着艺人跳舞 大声念琴诗 到第三项 有人喝多了 抓起顾昭宇的包 扔向大海 王博士对咱们顾总情深似海 要不下海帮忙捞下包吧 你太狠了 那里可装着顾总最宝贝的东西 小心他酒醒跟你拼命 嘻嘻 王博士也许不会游泳呢 虽然他们一口一个王博士 但那何尝不是他们对我的另一种轻视 男团艺人们端着酒杯 斜斜椅在栏杆上 带着幸灾乐祸 像是在说读到博士又如何 还不是跟他们一样要取悦资本 我紧紧捏着拳 骨头发出咔咔的声音 想要提前终止这场闹剧 可下一秒 角落响起的声音 比这冬月里的海风还要让人寒心 顾昭宇醒了 他笑嘻嘻看着我 眸子却比黑夜里的大海还要无情 王指他可会游了 在林大还拿过奖 王指 你帮我把包包回来吗 闭上眼纵深入海时 我告诉自己 这是最后一次 为了顾昭宇犯傻 寒冬 海水温度已经低于零下 夜风裹挟着游艇上的欢声笑语 在我耳边振振刮过 我寻着远处 随海浪起伏的跨包 怎么游都拉近不了距离 我想到了这段持续三年的婚姻 想到了顾昭宇 有时他近到一伸手 我就能碰到脸颊 有时候远到我耗尽力气 也抓不到他的裙边 更多时候 我看着明媚张扬的顾昭宇 会想到他 只是一道海市蜃楼 都到最后了 总要抓住点什么吧 海浪和夜风阻在前面 我用手臂和身躯用力破开 体温和力气被海吞噬带尽时 我终于抓到了包带 里面灌满了水 此时拖着它像在拖一颗巨石 那些女人说 重要的是包里的东西 可当我打开包 咸心的海水里抛着的 除了几样装品 就只剩张皱巴巴的照片 今晚月色太暗 看不清照片 直到游艇灯光再度闪烁 那道熟悉的身影 已在船头与人轻轻碰杯 船尾烟花冲入夜空炸开 请客间亮如白昼 也让我认出照片上的两个人 顾昭宇和秦燕 这最重要的东西 也抽干了我最后一丝力气 我像条冰死的鱼 被海浪卷起拍下 直到双眼进入眼水 脑后传来剧痛 顾昭宇都没朝这里看过一眼 就算我消失在大海之上 他惋惜的恐怕也只是那张 皱巴巴的照片 我想到笔下小说里 那位追逐海市蜃楼死去的 无名客 现在他有了名字 叫王指 王指 王指你在哪 王指 别叫我了顾昭宇 这次我真的累了 不管是躺在烈阳下 还是陷入流沙里 在我闭上眼的那一刻 海市蜃楼就已消失不见 你是谁 我挡了挡眼前刺怒的白光 几个字就扯得嘴唇干裂生疼 床前的女人虽然憔悴 却难掩明艳容貌 她睁圆了双目 勤着泪欲落未落 王指 你不记得我了 顾昭宇在医院为我忙前跑后 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主任护士都说我有个好妻子 为我失去这段记忆而惋惜 但这只是我不想记得她了 准确来说我是装的 被海浪卷着后脑勺撞上胶石 颅脑内有淤血损伤 醒来出现失忆 这也正常 主任看了所有检查结果后 也只能对着顾昭宇摇头 然后顾昭宇就哭了 听护士说我被救上岸 手里还死死捏这张照片 如今这照片该是让顾昭宇拿到了 那她还哭什么 我们已经离婚 就是我死了哭丧 也不该是她来 住院这几天 学生来过 同事来过 前岳父岳母也来过 为问题堆满了担任病房 每个人都试图跟我聊顾昭宇 试图让我记起她 我有点烦 提前办了出院 回学校看到空荡荡的宿舍时 我正想哪个小贼这么急不择时 还是张教授跑来告诉我说 顾昭宇把我东西都带走了 我没回从前的家 没接顾昭宇电话 就在冷硬的床板上躺了一天 醒来就看到她像个小猫似的 蜷缩在门口 宿舍楼里有暖气动不到人 但她脸颊和鼻头还是红红的 顾昭宇开口嗓音沙沙的 带着点娇气抓心脑肺 王指 我后悔了 你能不能跟我回家 我不清楚她在后悔什么 也许是后悔让我跳海 也许是后悔离婚 但如果我跟她回去的某一天 顾昭宇又后悔了 那要让我怎么办 顾昭宇给秦彦当备胎 还有我同情她 我若再回去给顾昭宇当备胎 没人会同情我 他们只会指着我的鼻子 骂没有下线 我将顾昭宇拉开一些 锁上宿舍门拧上保险 这里是职工宿舍 外人不得入内 刘姐你问问 她是谁的家属 我这宿舍东西丢了 要抓紧找校公换锁 刘姐不认识顾昭宇 把她拦下盘问登记 我步子快 陶也似的离开了她的视线 我在办公室干坐一天 拎着跑腿送来的被褥回宿舍 看到床板上坐着的顾昭宇时 我还以为看到了鬼 顾昭宇要进宿舍的证明 是我的家属 结婚证都被民政局收回了 她这次用了我俩的结婚照 现在轮到 我要如何证明自己离异了 宿舍被顾昭宇一锅端 自然没把离婚证给我留下 我不回去 她也不走 第一次体会到 当初和秦彦独言时 她口中狗皮膏药般的顾昭宇 光是想想 就觉得难受 柠檬汁挤在心间一样 酸得生疼 那晚我把被褥留给顾昭宇 去和张教授挤了一夜 顾昭宇还真在宿舍扎根了 没有阿姨没有厨师 得亏她能坚持 白天她去上班 下午就等在我办公楼外 没一周 全校师生都知道这件事了 叱咤风云的女总裁 痴心寻爱 狗血老套但勾人 越来越多人 自发化身爱情卫兵 灯门骚扰 在他们眼里 我忘记这样一位痴情的人 罪大恶极 不敢再打扰张教授 我在校外租了房子 一事一厅刚好够用 我盼望着顾昭宇 赶快把我忘了 我不需要他自责愧疚 毕竟失忆并没有让我 丢掉多年所学 我只是假装忘记了一个他而已 对生活工作并无任何影响 顾昭宇还是每天都来 会在晚饭时坐到我对面 摆出自己学烧的菜 手指上被烫出的水泡 菜刀割破的口子一眼可见 从前在家 别说亲自做菜了 就是一个苹果 也要我削好了 递到嘴边 顾昭宇坚持不住的 等他玩烦了追夫的游戏 自己就会离开 我板着脸 咽下的每一粒米饭 都像石子 沉甸甸塞进胃里时 整个人看起来冷硬无比 大雪连下三天 从窗户外望过去 就能看到各式各样的雪人 有人闯进办公室 肩膀和鞋子上的残血 化成水因湿了地板 不好了王教授 师母在雪地里 摔倒流了好多血 顾昭宇就摔在 人流最大的西门外 酸辣粉在他身边 撒了满地 早已没了热气 看包装盒就能认出 那是毒严石 我最爱吃的一家 从前带秦彦吃 顾昭宇也总跟去 雪地里心心点点的是血 大片大片的也是血 不知道顾昭宇伤了哪处 我蹲在地上无从入手 只能一次又一次 无能地向着围观学生怒吼 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呀 这时我手上一凉 偏过头就撞进了 那双脚匣的毛子 跟之前那般灵动和吃人 顾昭宇笑着坐起身 揉了揉 我因为惊恐而僵住的脸颊 骗到你了 我就猜到你是装的 我一把推开它 在雪地里打着滑 逃得狼狈至极 如果有人问我 还顾昭宇吗 那回答是肯定的 爱情的毒没那么容易消退 我坚持许久 也只从骨头上 刮掉那么三两鞋 这已经足够支持我 登上去往北城的飞机 我在临市读完大学 硕士 博士 我在这里结婚 老爹在这里病死 我曾以为 这辈子都挣不开临市的羁绊了 到了三十岁这个年纪 好像已经过完了大半辈子 我捏着登机牌坐在大厅 从落大玻璃 看外面的阴云密布 屏幕上滚动 播报着航班延误的信息 让人心慌 顾昭宇的电话打来 我躲了那么久 想想都要走了 就接起他这一次电话 他没问我辞职的事 也没问我要去哪里 他声音有些轻 像在憋着笑 我环顾四周 生怕他从哪个角落蹦出来 吓人一跳 王指 你现在还爱我吗 不爱 也不敢再爱了 话脱口而出 就像在心里 无数次预演后的条件反射 听着顾昭宇在那边笑 我心里先是一揪 紧跟着轻松下来 他笑着笑着 声音有些不对劲 像在哭 又像喝多了酒 王指 我好疼 流了好多血 你能不能来看看我 我都上过他一次当了 自然不会再犯唇 恰好这时广播里提示 我的航班开始登机了 没有延误 没有取消 顾昭宇也没有出现在机场阻拦 抱歉顾昭宇 我们都该去过新的人生了 我挂断电话想了想 将那张用了十年的电话卡取出 掰断 扔进机场垃圾桶中 与过去诀别 北城离我老家不远 老爹葬在这里 倒也不觉得孤独 在这里我还是同事 同学口中的王教授 当然也不再是王副教授的简称 学校里的前辈热心 总给我介绍亲戚家的女孩 后来我开玩笑的说自己的一代俩 这是才算了 北城大学给教授分了房子 我在房子里养了只猫 说来也是犯魂 这猫都不把主人放在眼里 动不动就张牙舞爪 我还喜欢得紧 深夜失眠时 把他抓来抱着 比什么安神住睡的玩意儿都管用 这么过了几年 一次公派出国交流 我遇到秦燕 他带着老婆孩子和和美美 看到我时 就红了眼上来揪着我的领子 王直 你这些年去哪了 你知不知道小雨 顾昭雨他死了 离开灵石那场未落的雨 此时才在头顶雷劈电闪 调泼而下 我当年辞职半得低调 瞒过了顾昭雨 等他得到消息时 我已经到机场了 顾昭雨是去机场路上出的车祸 他一个人开着车全程超速 撞上了大祸 难怪呢 难怪我在机场总觉得 他会从哪里突然钻出来 气势汹汹拦在我面前喊一句 王直 不许走 怎么会出车祸呢 还不如是顾昭雨的一场玩笑 反正他笑我的次数多 也不差那一回 秦燕又说 当初是顾昭雨劝他复婚的 还说这都是因为我们结婚那三年 渐渐化解了顾昭雨的执念 但放秦燕离开的决定 对顾昭雨来说仍像动了场大手术 清醒的时候太疼 他才在之后用酒精麻痹自己 离婚也只是不想再跟年少的自己赌气 顾昭雨还在茫然寻找自愈的途径时 是我涉险跳海 给他下了一剂猛药 顾昭雨后来跟秦燕说过 他知道我在装诗意 毕竟什么都不记得的人 没道理一天到晚只对他板着脸 顾昭雨陪我演戏哄我开心 却从来没想到我打定主意要离开 秦燕冲着等在远处 叫他爸爸的小女孩挥挥手 神情平缓许多 最早到达的救援人员 向顾家书神转达 说是小雨让瞒着你 但王子你应该知道 他死时爱着的人 是你 想不到有一天我会从秦燕的口中 听到顾昭雨说爱我 秦燕离开后 我喝下整瓶水都冲不散心里的苦 当年在心肩上挤下柠檬汁 不慎掉落一颗子 那颗子被血肉包裹着 埋得很深 我拿那苦涩毫无办法 回北城的连城航班 刚好在临时转机 有半天时间 我跟带队的前辈请假说 想去市里转转 去吧去吧 我记得王教授在临时时间可不短 肯定有不少朋友吧 不是的 是去见现我的爱人 我走进外面稀稀利利的小雨 恍惚中好像看到一个精致的女孩 踩着水坑跃到我身前 她笑着 一双眼睛凝眉又动人 王子 我又骗到你了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